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劝我了 水村 这是我给秋山准备的结婚礼物 麻烦你替我交给她 替我祝愿她和林子 白头偕老 对不起 我不能 我这样做 去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秋山 如果你真想送的话 还是你自己去吧 我也做不到 我没有勇气 我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她 好了 不说了 水村 你要好好珍惜陶芝 她为你付出了很多 很多事情我知道的你都不知道 陶芝也不让我告诉你 今天小陶这个事情你 别说了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我回家了 陶芝 来 来 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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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儿 姐 你不能就这样走了 秋山她不能没有你 你知道吗 在医院她一直都在喊你的名字 可是林子呢 她在医院跟我说的那些话 让我一点退路都没有 我没有丝毫可以回旋的余地 这个时候 我的选择 只能是离开 你这是在逃避 可是 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天快要黑了 咱们快些进城吧 我还要和子彦自行 水村 吃饭了 小陶今天就在这儿睡了 明天一早再赶回去 你先去 星野都对我说了 你把陶芝惹生气了 谁惹她生气呢 她自己愿意走就走呗 我又不能限制她的自由 你管陶芝叫别人 她是不是你的爱人 你还爱她吗 当然 但是不能因为我爱她 你听我说完 你把我当弟弟吗 今天弟弟来求哥哥一件事可以吗 你说 你我是一样的人 在这件事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做我证 但是这次我要做 明天我要在法庭上 为我自己的爱人作证 因为我爱她 因为这个世道 我们只能这样 作伪真 就是我们对那些人的反抗 好 谁呀 妈 是我 你还没睡呢 我已经躺下了 你到屋里来一趟吧 姐姐来了 我一会儿就过来 妈 怎么 苏琪已经睡下了 不过她睡也睡不踏实 她准备离开南京了 她一个女孩子家 家里又没有亲人 她打算去哪里啊 除了山寒 她还能去哪儿 怎么了 妈 妈又在替小桃担心了 万有光虽然说了要帮忙 可是 妈 这些人你是最不能相信的 你不用管 我有办法 导致啊 妈老了 跑不动了 以后 你要我妹妹多操心了 妈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妈 自从你和万有光喝茶回来 我就见你一直不高兴 是不是和她有关系啊 别瞎猜了 你也早点去睡吧 明天一早 我们陪小桃去法庭 …… 老爷子 我们收拾一 儿子 请问您和王老板司 怎么关系你 请问 请问是不是你偷了王老板司 对不起 让一下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请问您和王老板司 怎么关系 对不起 再见 进 那天晚上十点钟以后 你到哪里去了 我出了六朝居 遇到李太胡 他要我散步 我们就一起去了梁家 我去梁家 有证人吗 主人梁秋山病的医院里 我们到的时候 遇到了他寄居在那里的朋友 于水森 你什么时候到的梁家 约莫十二点钟 我们是走着去的 因为路很远 李太胡约你去梁家 事先说明过吗 说明了 那么说 你承认你们是通奸了 你们有过奸情几次 一次都没有 胡说 没有奸情 可以夜深到梁家寄宿 怎么不说话 我们不是奸 男女在一起 就必须要有奸情吗 我们是夫妻 胡说八道 夫妻 你们正式结过婚吗 没有 因为家庭不通过 我们就秘密宣布结婚了 宣布结婚 向谁宣布 就是那位莫心野 什么地方 就在梁家 什么时候 就是那晚 那么 请你再说一遍 你丈夫的名字 李太胡 方文大人 请允许往方正人出庭 好 请李太胡出庭 你叫什么名字 李太胡 你从事什么职业 我是太胡照相馆的摄影师 请问十二月十三日晚 你在哪里 和谁在一起 十三日晚上 我和好友雨水村 莫心野和小涛小姐 去了梁家 你说你和小涛小姐 去了梁家 都快十一点了 从三溪的地方 到梁家 要经过一段很荒庇的山路 那里是乡下 她敢去吗 爱情发起作用来 刀山都能上 怕什么 何况有我陪她呢 你这种人 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在你心里 除了铜臭和势力 还有什么 夜深人静 你约小涛小姐去梁家 难道布局都不方便吗 夜深人静 王老板约小涛到她的房间 就方便吗 你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你解释一下 结婚 结婚 为什么偏要等到深夜 我是个穷摄影师 自然配不上小涛 可我是真心地爱她 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知道 自己无法忘掉她 那天晚上 我们在梁家举行了婚礼 虽然没有热闹和喧嚣 只有几个好友 但我们是最幸福的新人 因为我们的爱 是真诚的 你住的梁家是谁开的门 我的朋友鱼水村 那天还有别人知道吗 莫心野 那天是我们的婚礼 他们二人为我们庆祝 法官大人 下面请鱼水村出庭 他是最关键的人物了 好 传鱼水村出庭 好 法官大人 鱼水村他还没有来 我来了法官大人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鱼水村 靠河谋生 闲来画几幅画 一来自鱼 二来换口饭吃 是够好画的 你知道李太湖 和小桃是什么关系吗 当然 他们是夫妻关系 他们两个有爱情吗 小桃爱不爱太湖我不知道 但是太湖对小桃 却是一往情深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 那天晚上 他和小桃到你家来 你怎么能开门接纳呢 你这话说得很有趣 我给谁开门 难道不是我的自由吗 再说了我是成年人 我当然知道 可以给谁开门了 不过 如果是你 或者是什么猪狗不如的东西 我是绝对不会开门的 被告李小桃 虽然说那晚在梁家 但是李太湖是他的爱人 鱼水村是他的朋友 或许有人串通一气 预先准备好了供词 准备好了证据呢 法官大人 我还可以再说一句话吗 可以 方才这位律师说到串通二字 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极好 不由得让我想到 你和原告 或是原告和其他的什么人 是不是也串通起来来陷害 我的朋友李太湖的妻子呢 区区二百块钱和一个戒指 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 算不了什么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谢谢法官 我的话说完了 或许两个字法律上是不实用的 亏你还是个律师 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你是个捧角的 花上个三千两千的 当然是毫不在乎 对于你所捧的人 似乎不必如此追究了吧 从法律上来说 十一点钟的时候 你约人到你旅馆里和你绘画 你就有右肩的嫌疑 我看你还是看破一点吧 全体起立 现在宣判 王守臣诉李小桃盗窃财务一案 证据不足 被告李小桃胜诉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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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啊 我们都为了太阳 你想到才提到你的事 是啊 我明天好好感谢人家 怎么感谢妈妈 这样吧 妈妈明天在家里摆一桌酒席 第一 替小桃压压惊 二来 也是谢谢各位的帮忙 莫先生啊 连累你了 真是对不起 于先生呢 我看他出来的呀 他可能有事先走了 一定得叫上他 刚刚在法庭上他说得多好啊 多亏他了 好 那唐 帮妈去借两车啊 记得啊 一定要来 阿姨 这本事应该做的 对 阿姨 您太客气了 史村 你去哪儿了 我妈刚才还找你呢 我看见卖瓜子的 你不是喜欢吃吗 谢谢 妈 这是水村给你买的瓜子 余先生 你还这么细心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其实啊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您不用客气了 好 那 车就好了 妈妈先走了 精彩 太精彩了 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偷了别人东西 还赢了官司 不错 是个好演员 舞台上表演得好 生活中的戏演得更好 请你说话干净点 谁偷你东西了 别以为自己有几个抽钱 就了不起 你放心 这件事我暂且不追究 不过我告诉你小桃 你是个演员 一个很有名气的演员 过早的结婚 会影响你的前途 我会指导你 把你捧成最红的明星 你好好考虑考虑 前途重要 我的前途不需要 你这样的人设计 还有 我也要告诉你 很多东西不是用钱 就能买得到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感情对吗 算你猜对了 但是你根本不了解 今天这官司打得真 这么窝火呀 算了 还为这点小事生气 还是想想以后如何面对小桃吧 小桃 我本以为能用今天这事我拿住他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作茧自负 咎由自取 妈 你说我王守晨行走江湖这么多 今天栽到一个小丫头手里 我 这要是哥从前 我就在他偷我东西的时候我就 能怎么样 逼他就范 我 我不就后悔在这儿吗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后果药可吃 你 好了 太医 太伯 是你们呀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说好今天来我家吃饭 怎么你忘了 吃饭你就算了吧 当着伯母的面也不太好意思 我的案子完了 有些话还想和你说一说 你能不能到我家去一趟 还有什么事未了吗 当然是有 你能不能去一趟 那好吧 妈 谢谢 来 李先生 来 这次小曹得以脱险是多亏你的帮助 我这当妈的就该当面谢谢你 我敬你一杯 李先生啊 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 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你 但是只有这样 法官才能相信你们秘密结婚的话 所以我得当面地向你道歉 那都用不着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我也不懂了吗 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好的口供 我就一口咬定死也不变 至于将来有麻烦 本在我医疗之中 您能原谅就好极了 这可不是原谅两个字可以解决的 现在法庭上一对口供 报纸上登了出来 人家都以为你们两个是夫妻了 你们两方面只要有一方面不承认 那这案子就要翻过来 而且连证人都要犯罪了 那依我看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两个弄假成真 这也不枉费我红娘一番聪合之功嘛 陶芝 陶芝 李先生 你是一个好人 可是我极不愿意你们弄假成真 如果这样的话 将来你们一定会不怪我 我知道你是喜欢小陶的 从你们见面那一刻开始 我就看出来了 但是小陶是无所谓的 可是通过这件事情以后 他会感激你 但是感激是感激 爱情是爱情 我的意思 阿姨您不用说了 我完全明白 我挺身处爱 做这件事完全是一番好意 若借此妖功 就要挟持小陶姑娘嫁给我 我还成了什么人 今天在堂上说的话 那不过是一台戏 诸位又何必介意 我的意思是 你们可以解为兄妹 以后可以常来常往吧 让这个妹妹 多恭敬你大哥一点 不敢当不敢当 从今天起 我们不谈这事了 你不敢当不敢当 从今天起 我们不谈这事了 我还是要把她的东西 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的声音 没关系 在这里 我们俩赶紧 到这里 我们俩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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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我已经看过我们的脸 借过什么样子 我知道大家的惜别之心 要知道 我要离开你们 也是有同样的切夫之同 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 不情愿的选择呢 水村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小桃 我知道你想挽留我 但是 我在这样的艰难之下 违背着自己的意愿做出的决定 你觉得 还有可挽回的余地吗 其实 这正是摄影家的命令 我已经厌倦了每天只是给别人拍全家服 我想走遍各地 把我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 放在我的尽头里 那以后呢 你想过以后吗 以后 我们就相恶于江湖吧 此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好了 你们都回去吧 我会舍不得的 保重 保重 听话啊 回去吧 回去吧 我走了 你们快回去吧 快走 快走 好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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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还让我走 回来吧 回去吧 回去吧 故意面 你可能还是要走 你钓饼 来吧 但今生的漂泊无畏 我来换去是谁的心 肯定了你哪怕有趣没有回 相识相知的缘 别爱过别恨过 爱恨之间有什么 那么多的悲喜怎么能舍得 你敢漫将的真摔红了 心里痛着的人是不是来过 来世再见的时候跑了 谁在海上悄悄哭了 想不起同生公司的誓言和承诺 你看漫将的水水火了 心里痛着的人是不是来过 秋山 你的腿怎么了 断了 怎么会这样 是一辆车把它从我身上夺走了 你真的要走了 你真的要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 你不走不行吗 你不走不行吗 我知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不适合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留下来 肯定了你哪怕有趣 我没有别的奢望 只是希望你能留下来 别爱过别恨过 我答应我 我答应我 留下来好了 然后我答应我 你不走不行吗 你的誓言和承诺 你看满江的 想什么呢 还在想 秋山和苏奇的事情呢 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 为什么非要把 秋山和苏奇分开呢 难道真爱 就注定要是悲剧吗 我们结婚吧 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答应你 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 没有人 秋山 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医生说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这几天幸亏林子 要不然 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 林子 这几天你也很辛苦了 不如让我替你几天吧 不用了 自家的事情 外人插手总不太方便 我 只是想帮帮忙 苏小姐 不用了 我不觉得累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 我就觉得踏实 做什么事都不觉得累 我想 我该走了 希望你早日康复 希望你早日康复 走 走 走 秋山 林子 我想吃礼 你帮我去买好吗 秋山 就让你这是为什么呀 难道你就这么结束你和苏琪的关系 就算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你也没必要伤害她呀 你太让我失望了 水村 你看 你看 如果你是我 你会这么做 你会这么做 我听碧螺螺春 李老板 好品味呀 您看 又让您见笑了 我不过是倒杯茶 让您解解渴的 李老板太客气了 我这次来 是看李老板 还有什么需要没有 谢谢万剧长的牵挂 我呀 从小就长在这情怀河畔 这花花绿绿的世界 我见多了 听多了 我也听烦了 混了大半辈子了 我现在才悟到 原来人生 还是如茶的好 虽然辛苦一些 但是它总还是有些回味的 要是久的话呢 那出了心了 第二天剩下的就是头痛了 李老板 我听人讲 你一直想离开这里 不知道 您打算什么时候搬哪 万局长 我可是在这里 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了 怎么能说搬就搬呢 本来我是想攒点钱 能够离开这里 可是现在 陶芝的工作又没有起色 小桃又挣不着钱 家里里里外外的开销又这么大 我往哪儿搬呢 哦 万局长 您可是南京城里的大人物了 适当的时候 帮我提携我女儿一把 李老板这么说就客气了 您放心 陶芝的事就是我万毛的事 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助您女儿一臂之力 那就谢谢万局长 李老板 看来我上次给你开的支票 是不够了 万局长总是很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 可是我老用你的钱 我的心里也是 只要陶芝能重新上舞台的话 我想钱是不成问题的 李老板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马上去办 不过我的事情你也要抓紧哪 我知道 但是您也知道陶芝那个孩子就是贪玩 我曾经旁交侧击地问过她好几次 她总说她不想结婚 你也知道的 我这当妈的这些事情 我也不能催 李老板 我也是为你着想 不管是钱也好 其他什么也好 我随时可以兑现 但也可以永远不兑现 万局长 那陶芝上台的事情 我这就去购物团问一下 那就拜托了 再见 慢走 你не Peter 你也 Policy 我我 快点 やって Nikki 杜芝 一个好人家 让你们以后可以享享福 别像妈那样操劳 妈 你就这么着急 要把我们都嫁出去啊 妈当然舍不得把你们嫁出去 可是你们长大了 早晚都要嫁人的吧 妈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 幻局长给我提过好几次情 你答应了 没有 做吧 妈知道 你们年轻人要自由 要爱情 尤其是你 文明熙演多了 思想就自然不一样 妈也不好过多地干预你啊 可是 万局长也是南京城里 响当当的大人物了 目前看来他对你也是真心的 你要嫁给他的话 那以后的日子 妈 我跟他没有感情 可是你也知道 可是你也知道 现在家里的情况不大好 也不如从前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 妈 家里的生活 我会想办法的 万有光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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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这么疯疯疯疯疯疯疯 出什么事了 万有光向我妈提清了 这倒是个挺有趣的事 你觉得很有趣吗 你不觉得有趣吗 反正你又不会同意 要是我妈同意了呢 你妈同意怎么了 她又不是你 那要是我也 再说我打你了啊 前面 你怎么不等我呀 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这些日子实在是憋坏了 只想早点出来 你一个人出来 我怎么放心呀 下次别一个人瞎跑了啊 走吧 林子 这是什么地方 家 我们的家 你原来的房子呢 我们为什么不回那里 住哪儿有什么不同 只要和你在一起 住哪儿都一样 我是问你原来的房子呢 你为什么不回去住 卖了 为什么 你住院需要一大笔钱 大家实在凑不出来 没办法 只好把房子给卖了 你真不应该 那是你的房子啊 那是你的房子啊 我不能在这儿住 我得回去 秋山 可苏琪她在那儿住 不 难道房子比你还重要吗 可以 就是我们露宿街头 也心甘情愿 那你以后怎么办 只要我们在 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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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知道你是真心爱陶芝的 陶芝也是真心爱你的 阿姨 还请您成全我们 我一定会对陶芝好的 阿姨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按理说 把我的女儿托付给像你这样的人 是再好不过的了 可是